大家好 现在是蟹爪兰的孕育花蕾期 这个蟹爪兰是如何从营养生长转换为生殖生长 那么我们又如何养护它呢 首先我们要分辨什么是生殖生长 什么是营养生长 营养生长的话一般都是长新枝 长新叶 生殖生长就是孕育花蕾开花 一般正常来说蟹爪兰在营养生长的时候 它的新叶片长得比较迅速 而且比较嫩绿长得比较快 那么当它的新叶片开始挺起来生长 这些顶端的叶片开始慢慢老化 那么就开始进入到了生殖生长 开始储存养分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改变养物方法 首先我们要改变的就是施肥方法 我们这个时候给它施肥呢 一定要改用高磷高甲的肥料 比如说像这种磷酸青甲 对水给它喷湿叶片 大概三天到四天给它使用一次 我们给它浇灌根部的话呢 就要结合控水 因为这个时候进入到生殖生长的阶段 如果不控水的话呢 不利于它化芽分化 我们一定要等到这个土壤完全干透了 最好用手指扣一下 五厘米以下的土壤是干的 我们再给它浇水 同时用上这个磷酸青甲 所以只有我们精准把握了 它从营养生长转换为生殖生长的阶段 及时的改变我们的养护方法 才能让它储存更加多的养分 开花更加多 品质更加的高 如果是在生长期的话呢 建议大家使用这种富而肥 那么这就是养护蟹爪狼的一些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